CK 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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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蘇香,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現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是這個簽卡出之前的預測 好,那以下數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就是,簽卡明天會出這個下一期啊 我記得好像是第十五吧 這次只出十張 所以一對就是一頭一打啦 好,那 那今天的話我有用一套我自己的 算邏輯嗎 去選卡 好那等下的話也會來分享一下這個 自己的想法 好那以下是我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這集的話標題就是 嘿明天的簽卡 不會出什麼 反正好用嘛 就繼續用 真棒的標題 好首先是兄弟 兄弟的話 那我先來講一下好了 我自己的想法啦 因為2021年在出這個投手 跟打者簽卡的時候 哎喲怎麼這麼貴 兄弟的卡片有夠貴 就是他們在出卡片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看到說 投手比較還好 但是基本上都還是會有大概 四張啊 四張 到五張 那五張到六張啊 像那個 統一這邊就出到六張了 那四張啊反正不管 反正投手會比較沒有規律 那 打者的部分的話 這邊 我不確定現在會不會改 那他 每一個位置 不過好像那個什麼沒有 那個位犬吧 位犬好像 少了一個位置嘛 他出了三張三壘 然後沒有一壘 那是因為赫雷拉 赫雷拉可以守一壘 但是他跑去 坐在三壘 所以說應該啦我覺得蠻有機會就是每一個守衛 都會各出一張 然後 投手就是先發跟中繼還有 後援 CP的部分 會做一點調配 所以說你看像 像各隊的 CP啊 就是只會有一張啦 那你放第二張你也放不進去嘛 好 那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 欸 沒錯 CP 各隊的CP 這時候一定會很想問 啊位犬怎麼出了兩張 因為這張可以放中繼啦 好那首先是兄弟 一樣我用EX卡片來介紹 兄弟的話投手 投手就是我自己 自己用拆的了 投手的話我覺得 我覺得投手不會出李政昌 李政昌的話在2021年是出在CP 然後 這陣子十月的時候李政昌 多數是投在RP拉 那CP是給呂彥青 所以說這邊出一張RP 我是覺得是還蠻 沒有機會的 對沒有機會不會出啦 不會出啦 對 TAB卡都出了 這張一定不會出啦 好打者 打者的話 目前缺位是缺一雷跟LF 那指定打擊跟那個問號的位置就先不管 所以我覺得會出這兩個位置 好 那許記憲洪的話不會出啦都不會出 那LF的話這邊雖然說陳文傑是放在CF拉 但是應該他所謂會放LF拉 所以我覺得這次我是猜不會出陳文傑 不會出陳文傑 那當然就這個一壘跟LF的情況的話 許記憲洪也蠻沒有機會的 沒錯 接下來統一 統一的話投手 投手的話後來有幾場 克維斯的話後來那個直插球啊 改成曲球了 那投手的話我其實原本是會想預測 這個聖王華拉 但我最後的答案是不會出陳語文 那陳語文的部分的話 這一段期間拉 有跑到RP去 所以我認為不會拉 不會有雙S拉 統一的卡片呢 怎麼可能雙S 不可能拉 這個雙S不會有的拉 不會什麼出RP然後雙守衛CP拉 如果他沒有這樣子的話 我也不會練拉 對拉不會練都不會練拉 真香 沒事 好 那 突然忘記要講什麼 打者的話 目前統一的缺位缺二壘 遊擊 對 就是村長的位置 那村長要出二壘還出遊擊呢 我看了一下場次 欸 一樣 他們的場次差不多 所以 我覺得村長可能去遊擊拉 好 二壘的話我覺得不會出陳衝庭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勒 因為連出兩張越加兄弟 所以我覺得這邊 不會拉 不會連出兄弟拉 絕對不會 所以我這邊 預測不會出陳衝庭 不會 都不會 好接下來是樂天 樂天的話上次好像出了不少重複的 就是跟之前 蠻像的 好那樂天的部分的話我覺得 不會出陳冠羽 不會出陳冠羽 陳冠羽的話在後續拉 是投中繼嘛 所以他好像三頭跑吧 先發中繼後擁都跑過 所以說 這一次如果說二二年這張沒出中繼的話 沒出都不會出 這種情況拉 就會跟他二一年的內傷先發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邊陳冠羽是蠻沒有機會的拉 不會出拉 好 那樂天打者的話缺位是缺一壘 跟LF 有一張是可以雙手一壘跟LF拉 就是那個朱育賢 應該可以雙手一壘去吧 那反正 一壘的人選拉 可能就 廖建復或陳冠羽吧 但是我這次的話我是猜不會出LF拉 好 樂天打者我猜不會出藍英倫 藍英倫在十月的表現也是真的很好 後面打擊狀況的事都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不會出拉不該出了 不該出了拉都不會有拉 好樂天 完之後就是富邦 差點講錯 富邦的話 羊頭都出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覺得 嘿 最後一張羊頭 媽 是最後一張嗎 反正 我覺得這邊會出羊頭 欸不對不對不對 不對錯錯錯錯錯錯不對 我覺得這邊不會出羊頭 不會不會不會 這邊我覺得 富邦不會出安德聖 安德聖其實我比較期待的是他的知識拉 對 那這邊 跟預測沒有關係嘛 就正常講 好 那富邦這邊的話我覺得不會出安德聖 那打者的話富邦是缺位缺二壘RF 一樣都是DH拉 對 只有那個 衛權 DH 感覺好像出過了 好富邦 富邦的部分 打者 其實還是有 不少選擇拉 像林哲兵阿 或者是像 王思聰放在哪個位置去拉 王思聰是放在LF 都蠻有機會但是 這次拉 我預測的 不會出人選 是 二壘的王政堂 二壘 應該 缺位就會放 王政堂拉 所以我認為這邊 不會出拉 沒有機會 都沒有機會 好 最後是衛權 衛權的話 投手 投手部分的話 其實 我原本有在猜 可能 有機會是林凱威拉 但 後來我想想 算了 這次我不猜林凱威 嘿 不猜林凱威 好 我覺得這邊 衛權不會出趙景榮 這次的話 後來看一看拉 就是如果有人選的話 官方好像會先 先出 之前沒出過的人選 像可能像些 新人還是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 趙景榮 還蠻沒有機會的 成績也是 蠻好的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 有點忘記了 應該也是 RPCP兩頭跑吧 看到後續 官方怎麼出吧 好那最後的話 是衛權的打者 衛權的打者的話 目前的缺位是 二壘三壘跟 LF 那在上次 同時出了 林志聖跟拿木一樣的時候 就是代表 應該這個位子 是被官方定在 DH拉 所以 這邊的話 二壘三壘跟 LF 我最後選擇是 不會出古德溫 古德溫在10月的時候 感覺有回穩拉 就是一開始來的時候 打機率不是很好 後面10月我是覺得 整個成績上面是有回穩拉 所以在這邊的話 是蠻有機會 不出古德溫拉 放在LF 就是最後的缺位 好那以上就是我的 不會出預測 沒錯 就給各位做參考囉 那剩下的話我們就一樣 看明天 可以中幾張 這次的話就是 10張嘛 所以中幾張就是幾成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啊算了 不會的 都不會出 看有沒有 欸對 應該這樣說 看有沒有機會 0% 全部都沒中 對 都不出 都不要出 好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 歡迎大家在下方分享 你覺得明天 不會出什麼 都不會出 來我們這邊大家一起 集氣 都不會出 好那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讓觀眾知道 那我們就 下期再見了 拜拜